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德班式拼赛的比赛情况 今天德班式拼赛终于是全部结束 最后两个男单女单分量最重的冠军已经决出了 在男单决赛开始之前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队长 历史上曾经拿到过三次式拼赛男单冠军的马龙 暂时性的成为了赛场上的主点 他接过了刘国梁亲自为他颁发的圣布莱德杯的复刻品 那永久的保留了这个复刻品 这也对于乒乓球队员来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连刘国梁都没有这样的荣誉时刻 那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 刘国梁对于马龙真的是真爱 在本次视频赛上 所有的这个冠军颁奖的嘉宾里边 刘国梁都没有现身 唯独就给马龙颁发这座奖项 这也是国拼历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刻 我们知道圣布莱德杯的话呢 是市拼赛男单冠军奖杯的名字 由前英国拼写主席赠送给国际拼联的 那么圣布莱德呢 是英国的一家乒乓球俱乐部 因此这个奖杯的话 是以这家俱乐部来命名的 这个奖杯从第一届时拼赛开始 一直沿用至今 从来没有去更换过 按照惯例的话 市拼赛的冠军 可以暂时性的保留原有的奖杯 并且在奖杯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随后到下一届比赛开始之前 把这个奖杯送还 想要保留这座奖杯的复刻品 那么就需要达到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能够连续三次获得 时拼赛的冠军 或者说是能够历史上总计四次 或四次以上拿到时拼赛的冠军 都可以保有这座奖杯 所以说在历史上算上马龙 总共是由五名球员 曾经获得过这份荣耀 分别是上古时期的捷克名将巴纳 他曾经五次获得时拼赛冠军 这个记录到现在都没有能够有人打破 英国名将伯格曼 曾经四次获得时拼赛的冠军 也是保有了这座奖杯 那这两位运动员的话 时间都是比较久远了 接下来的话 时拼赛一方面 乒乓球的竞争激烈程度 要比上古时期要高很多 所以说想要去连续的获得冠军 拿度就非常大了 另外的话 时拼赛改制之后 每两年举行一次 不像巴纳和伯格曼时期 每年都会举行 所以在他们之后 能够去获得四次级 四次以上冠军的运动员 是屈指可数 到现在还没有 那完成三连冠的运动员 也是非常少 而无独有偶 这后面的三位 曾经靠三连冠 保有这座奖杯的运动员 全部都是咱们中国的运动员 分别是庄自动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在体育界 拿到世界冠军的运动员 随后的话 就是王立青 这也是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 非常厉害的一名球员 最近的一位 就是马龙了 马龙曾经在2015年 本土举行的苏州士兵赛上 首次问鼎 此次冠军 2017年 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 成功 未免成功 2019年来到了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他是完成了三连冠 因此 他可以保有这座复刻品啊 那为什么要等到 这个2023年的士兵赛 才把这座奖杯颁发给他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上一届 休斯顿时评赛 马龙是没有报名参加 没有去到美国这边的 所以说 没有办法在时评赛上 为他颁上这座奖杯 那如今 马龙来到了南非的德班 去参加时评赛 刚好借助这个机会 把奖杯颁给他 所以也祝贺马龙 希望他能够 继续征战在赛场之上 不过在赛后的话 其实马龙似乎也 在向这座比赛做出了告别 他也表示 这一次的士兵赛 他把每场比赛 都当是最后一场比赛来看待 这很有可能说明 已经34岁 接近35岁的马龙在未来 有可能会要彻底的告别 士兵赛了 因为士兵赛两年之后 马龙就已经36岁了 这个年龄确实是比较大了 在中国队的历史上 很少有运营的员 36岁还能够参加到士兵赛顶级大赛的过程当中 尽管马龙没有亲自说出这样的话语 不过从他的一番表态来看的话 下一届士兵赛 我们估计很难看到马龙的身影了